現在這個時間要收樓 怎麼算好 收樓鹽柳組織家式電器為你搭新訂造 不用奔波爐滷來往大灣區 安在家中就有專人為你服務 這麼多服務豈不是很貴 大灣區代收樓服務 疫情價只需一九九 在V家管家王用直播收樓 真是一九九 那你快點幫我收樓吧 沒問題 那裝修怎麼辦 交給我了 香港落單,內地施工 現在裝修王只需要九十九元 就可以出到裝修平面圖和效果圖 有V家就有安樂的價 下一個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Daniel 在颱風圓規來之前 我已經回到深圳了 所以攝影師幫我飛航班 飛了一圈少慶 究竟颱風前 颱風那天 颱風之後 究竟整個少慶和頂湖新區是怎樣的呢 我們就馬上去看看 其實獅子山和颱風圓規 真是前後腳趕來 獅子山離開後 翔慶也很好天的 即是好天了一天後 颱風圓規又來 現在就是圓規的前一天 尚算是風平浪靜的 因為我也是這一天回深圳 天氣有點陰陰的 也沒有很大風 也沒有落雨的跡象 其實都頗舒服 因為翔慶也屬於一個 在大灣區城市裏 屬於一個比較靠近內陸的地方 最主要都是西江之流 其實它不近海 所以颱風的威力 基本上對趙慶來說 每一次的打擊都不是很大的 也都很少聽到 說少慶會出現那些水浸得很厲害 那些情況出現的 因為這一種情況是比較少見 所有的學校都沒有停火 因為其實真的好像下了長雨一樣 而颱風前一天 所有的景區都是關閉的 暫停開放的 不過我們看一個平板 你要看到颱風來到 其實跟巡迷真的沒有什麼分別的 而我身處在深圳的時候 其實都不覺得颱風真的很重要 而在颱風走了的第二天 已經是陽光普照的地方開始 其實你看到深圈 落兒長雨之後 都是企企理理的 因為其實深圈的排水系統做得很好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搜尋整個 巢慶深圈的地下的排污工程 那些地基結構 其實有一段影片介紹的 我要找一找 再找給大家看看 其實所有整個 深圈都是比較不錯的 而在這個端周方面 一切正常 其實這個颱風 只有一場雨一樣 也沒有什麼對趙慶有很大的影響 他們又沒有停工 又沒有停荒 然後我們就欣賞一下 整個韶慶深圈在颱風之後的景色究竟是怎樣 其實真的非常漂亮 你看看整個深圈體育館附近 樓面都已經陸續起好了 所以這個片區 將會是整個少慶深圈裡面 人氣會最先 即是最先會有人氣的地方 而我們看到觀光塔 喜萊登酒店那些 也會慢慢相繼落成的 喜萊登酒店 也會就快在十二月就開幕了 應該說在聖誕前 開幕月旁邊 那條網紅橋 晚上亮燈就很漂亮的 還有我們看到前面之前 去游泳的沙灘公園 所以華跳城 伊雲水岸 寶能城 建在這個區域附近 和寶起時光影像也是的 不妨大家對想買一些現成的景觀 以及立即給你看到的發展 就可以選擇這幾個樓盤了 確實是不錯的選擇 最後就是萬達廣場了 十一月底 萬達廣場就和大家見面了 那我們今天節目差不多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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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 mittlerweile 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